警官人嘛 給他一些建議 對對對 不是亂罵他 的確陳時中部長是做得不錯嘛 所以我們也都是順時中 欸欸講好委屈 這也是事實 但是因為整個防疫的過程 因為以前並沒有遇到很多狀況 所以也是在邊做邊調整 像我們前一段討論的題目 比如說紓困方案 他們也是一直在改變當中 那包括就是剛剛講那個無形甲 我看到我們這邊提綱有問一個問題 他說那現在是要給補貼對不對 那如果遇到被同時被隔離 是不是還可以領防疫補償金 現在有一個防疫補償金叫做 假設你是被集中隔離 或者是你被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或者是你要去照顧居家隔離的人 你一天可以領一千塊 這個是衛福部前兩天講的嘛 那有一個問題啊 那如果說你現在已經有領那個 無薪假或減班休息的補助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你 你是不是還可以領這一天一千塊 那這個問題當然就有點複雜 那我剛剛我就有去問 那個跑衛福部的記者 記者說幫你問一下 他就去問那個機管中心 警運中心說 這個我們還沒有考慮到 OK 你看你看 小細節 你看你這個題目都超前部署了 找到問題 公司受到衝擊 我們要給他挺一把 讓他渡過這個衝擊以後 他還可以繼續活下去 所以對於說 反而對於那種連續虧損的 我覺得不應該在這個紓困條例 他就是做不好 有沒有疫情 他都做到虧損啊 你在罵楊文佳老闆是不是 哈哈哈哈 反而是像真的 他本來沒有怎麼樣 可是因為受了這波疫情影響 譬如說一些口碑很好 績效果的旅行社 或說某些餐廳 所以這個時候 政府給他的幫忙 就叫做打點滴 讓你度過 你也生病了 你也因為疫情生病了 你的企業體質 所以像台北市要求說 你提出這個景氣衝擊的證明 我覺得是合理的啦 你如果是連續虧損 你就要倒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 了解 對於說現在有人回溯到1月15 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回到我剛剛說的 你到底是要去幫忙 原本就體質不佳的 還是要去幫忙受疫情衝擊的 原本就體質不佳的紓困 那是另外一套了 可是這個紓困條例 就是要幫忙受疫情衝擊的 但我們知道 如果你1月15號的時候 你已經通報你要無薪假 你怎麼可能是受疫情衝擊呢 那就是體質的問題